不要只如 恍恍惚 又走回头路 看开你也有我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QQ音乐巅峰盛典首次颁发的荣誉 它就是年度巅峰演唱会 究竟是哪一位艺人的演唱会可以获得此项荣誉呢 请看大屏幕 旭历三年 从户上到花城 从花城至雾都 用客厅亮起的聚光点亮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无数听众奔赴而来 在QQ音乐上 她的歌声更感染着数千万线上的听众 她用歌词表达另一种浪漫 用歌声将一个人的舞台变成所有人的狂欢 一个月有限时间 却塑造着年度盛世 年度巅峰演唱会 就是2023王源客厅狂欢巡回演唱会 有请王源登台领取你的 巅峰荣誉 有请分享感言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久不见 首先呢 感谢QQ音乐 蝶峰盛典 其实 我也没有 其实 其实真的是好久不见 我也很紧张 这个奖杯 在我手里 也是很有分量 沉甸甸的 但是 这一个奖杯 年度演唱会 其实并不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因为客厅狂欢 没有了你们 就没有办法狂欢 所以说 感谢你们陪我一起狂欢 那 今年 让我们狂欢继续 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也会 努力 尽快让我们的狂欢 再次开启 感谢大家 掌声送给王远 有请管理区落座 稍事休息 此刻 QQ音乐 巅峰盛典的现场 就是一个 超级大客厅 我们一起狂欢吧 好的 各位 接下来 我们精彩继续 让我们继续这场客厅狂欢 接下来这一位 他通过自己超凡的实力 引起了惊人的影响力 无论他在哪里 总有一片绿海映照的他 而且 14岁的时候 就彰显出了 独立作词作曲的惊人音乐天赋 那最近的歌曲 更是在我们的QQ音乐 巅峰飙升榜上 夺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接下来 为大家隆重揭晓 零度 丁峰 音乐人 请开VC啊 歌唱是他的初心 人创是他的力量 跨越演绎与创作 用才华掌握音乐的全部脉动 音乐人王源唱作的客厅狂欢 荣获QQ音乐殿堂史诗唱片 从原开始的初始探索 到夏野来的浪漫表达 客厅狂欢的潇洒拓展 再到丁丁猫儿的情绪聚焦 少年创作不同音乐风格 无畏任何边界 2023年迎来首轮巡回演唱会 用舞台诠释音乐人全方位魅力 以超强影响力连接无数听众 并将继续延续 他就是年度巅峰音乐人王源 此时此刻我相信只能用四个字 实至名归来形容 对不对 最闪耀的绿海 让我们看见你们 欢迎王源 那我们首先有请王源 这边彭琪 丁丰荣誉 分享一下荣誉感言 下台一趟又上来了 首先还是一样 感谢QQ音乐 巅峰盛典的认可 让我得到这个荣誉 年度巅峰音乐人 其实从我开始写歌到现在 一直想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一步一步走得更加踏实 然后写出更多好的歌 唱更多好的歌 也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荣誉 对我来说是一份鼓励 也是一份压力 但是我觉得还好 没有太大压力 因为后面的计划 不管是演出的计划 还是包括后面歌曲的计划 都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 稳稳拿捏 对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然后希望你们好好享受这个夜晚 在以后 让我们在更多的舞台跟大家相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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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刘布 来吧 两个荣誉 年度巅峰音乐人他是 年度巅峰演唱会他是 你们最爱的王源 那接下来我要给王源一个很特别的物品 来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一个箱子 因为就在我们的QQ音乐巅峰盛典节目单发布以来 我们就发现节目单上的相关歌曲评论区里面 大家写满了对于自己喜爱歌手的期待 接下来王源请你看一看 这个箱子里面 装满了十多条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写给你的评论 都来自于你即将表演的两首歌曲的QQ音乐评论区当中 接下来你已经抽取了第一封了 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这一封很奇怪 它叫 它说的话只有滴滴滴呼叫小源我是小静 然后后面都是一些形容词了 括号放声歌唱 括号口号 括号摘墨镜 括号露出很甜的笑容 括号1108度螺旋式翻滚 括号拉着气球飞向天空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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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最后一句大声呐喊 远远巅峰盛点剑 好 好 我们就假装自己是小静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喊一下 远远巅峰盛点剑好不好 我们帮小静大声的呐喊出来 来3 2 1 此刻这个愿望我们都实现了 来我们第二封 好的这一封它说 当时18岁的你第一次唱这首歌 情绪崩溃大哭 让这首歌更加动人 今年22岁的你一个月 开了五场万人演唱会 巡演版本听起来更多的是 放下后的解脱 谢谢 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会成长的 在不同的阶段 看自己之前写的歌 唱自己之前写的歌 是会有不同的心境跟感触的 回复了这一位粉丝的留言 那刚刚的小静 因为我迫切地让大家 帮他喊出那一句话 你有什么想回复他的 下次希望你亲自到现场来 哇 太棒了 说不定有可能他也在现场 也在现场 就期待不管是小静还是各位 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相见 太棒了 好 第三封 好的 这一封说 没想到三月也是一个有缘人 阳城风暖 我们又在花开的地方邂逅 去年客厅狂欢 那个绿色的梦终究是延续到了今天 而这次又将再次听到你对我说 强大到无往不利 期待原歌在QQ音乐巅峰盛典的精彩表现 哇 他的期待也已经实现了 好 第四封 第四封说 2023年4月29日 你邀请我们去你的客厅做客 那天的橘色天际线很美 谢谢你用如此真诚的音乐 封营我的内心世界 带给我力量和勇气 陪我走过许多困难的时刻 哇 谢谢 谢谢 真的很感动 当然我想对这位朋友说 其实当然每个人都有 可能不太顺遂的时刻 我很庆幸我用我的歌陪你 度过了这样的时刻 当然在我的不开心难过的时候 也是有你们陪着我的 所以感谢 我们双向奔赴互相支持 这是第五封了 第五封 说低谷的时候 圆圆这一首歌 一直给我勇气面对生活 希望圆圆可以一直一直唱歌 对 这是一定会的 会一直唱歌的 谢谢 会一直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和作品 那今天在我们QQ音乐巅峰盛典现场 来分享大家对你的喜爱和留言 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的 而且今天 真的是跟各位好久不见 所以这种感觉格外的亲切 好 那接下来 你们期待王源带来哪一首歌呢 我相信他的每一首歌你们都想听 所以我们给王源一点准备的时间好吗 再一次恭喜王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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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稍事准备 马上带来精彩舞台 感觉怎么样捧着这个姓香 天哪 这哪是捧着姓香啊 这真的是捧着我的宝贝 因为你是不知道 作为王源的歌迷 其实每次听到他的音乐 真的能收获到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而且他的音色是很特别的 就你每次戴着耳机听他的歌曲 仿佛他就在你旁边跟你讲故事 安抚你的情绪 哇 泥南地狱 怎么会有这么乖 这么懂事 这么可爱 这么帅气的男孩子呢 而且你知道他刚刚还是小跑着 从你身后过去的 天哪 那我相信此时此刻 王源已经做好准备 两首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和客厅狂欢 让我们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掌声有请 王源 我觉得就必须 了解 那就畅 plants 我一直看看 非常肯定 世界怎麼這麼安靜 感覺被所有人拋棄 生活這麼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 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 逃離那些讓你波動情緒的事情 世上沒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對其實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在夜裡哭著 哭到頭疼直到睡著 沒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 覺得誰為你奉長作息 我一直都會記得一句話強大到無往不離 感謝今天天功作美不下雨 你們知道注意什麼嗎 因為你們的熱情讓雨水蒸發了 天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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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逃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每天都像这般的小太阳 可是不是真的困难了 是否你有看过我 如此难过的生活 你说天塌下来你会陪我 那你又如何痛感我寂寞 只是我的习惯罢了 其实也有一点脆弱 时尚没有真的感同事 谢谢你 谢谢你 正确就好 是冬了 就是冬了 就是冬了 是冬了 和冬了 是冬了 那我去冬了 是冬了 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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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虹光有风味 赶紧放弃戒备 如也准时起飞 天亮在反馈 I don't want to go back 白天的气味 欲动你去脑袋 I need you so bad 心跳就满了一排 故事随着音乐交换 突破中立的阻碍 I need you so high 是否在心的时候 夜晚不需要陪你忙 我只想放弃思考 放送在这城市一角 只需要你来打扰 别人都走走无聊 日夜跌倒 站在人海中的晃动 不吃力放生胆小 可停就刚好 情绪做好准备 眼泪不用安慰 身体留下空位 就原理是非 I don't want to go back 白天的气味 欲动你去脑袋 I need you so bad 心跳就满了一排 呼吸随着音乐加快 突破中立的阻碍 I need you so high 是否最感性的时候 夜晚不需要海里梦 我只想放弃思考 放送在这城市一角 只需要你来打扰 我只想放弃思考 别人都走走无聊 别人都走到无聊 日夜跌倒 站在人海中的晃动 不吃力放声大笑 可停就刚好 我只想放弃思考 放送中心一角 只需要你来打扰 别人都走到无聊 日夜跌倒 站在人海中的晃动 不吃力放声大笑 可停就刚好 我只想放弃思考 放送在这城市一角 只需要你来打扰 别人都走到无聊 日夜跌倒 站在人海中的晃动 不吃力放声大笑 可停就刚好 我只想放弃思考 放送在这城市一角 我只想放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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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跌倒 下跌倒 站在人海中的晃动 不吃力放声大笑 可停就刚好 谢谢大家 谢谢广州 大家晚安 天哪 QQ音乐巅峰盛典 让我们和王源一起狂欢大笑 谢谢 拜拜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但是真的很感谢王源 感谢每一位音乐人 让我们在音乐里面感受到了所有人的快乐 是的 此时此刻我只想放弃三高 刚刚所有人在旁边全部都在合唱 我相信就就是好音乐的魅力 这就是王源本人带给我们最棒的舞台魅力 全场的尖叫声我们再次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把所有热烈的掌声送给现场的自己 谢谢各位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带来精彩表演和收获荣誉的音乐人 也让我们感谢所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谢谢你们 再次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各位 我觉得此时此刻用最好的一首歌曲来形容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营 现场的每一位我们都奔赴现场 我们都为热爱而来 我相信旷野旅行 我只想和你 对不对 也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持续保持对于音乐的热爱 我们希望在下一个巅峰舞台 与各位再次相见 说得太好了 谢谢文辉 谢谢文辉 谢谢大家